一般記者會都會有神秘嘉賓 今天有嗎 有啊 就坐幾基督回來的嗎 對 也是坐幾基督回來的 真假 真假的 我們歡迎這個 師哥 嗶嗶嗶 師哥來了 師哥 謝謝師哥 龍姐不孤單 特別從日本改為幫她笑話 謝謝 那是曹西平先生 謝謝 加油加油 龍姐加油 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媒體先生小姐 令你現場 因為 我跟龍姐其實這個緣大家都很清楚 待會兒 待會兒 卑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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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耶 你不要去辦公室 要不要 我們沒說得很痛苦 我知道 不要再放掉了 待會兒趕著來 來 先拍照 不用嗎 不用好嗎 謝謝 我要算兩天 來 先看前面 好 來 好 這邊 這邊 大家原諒 曹西平因為眼皮有點下垂 所以戴墨鏡 不好意思吧 他平常要罵人 大家沒麥克風 他罵不了 來 正前方 正前方 好 好 這件 這件事嗎 別具意義 龍姐 你不孤單 曹西平 真爽 今天我們要這樣管 等一下我們要好好地來 要釐清一下 長久以來大家 看他中間 好 盡量不要有曹西平生氣 謝謝 好 謝謝 來 來 來 開拍照 來 來 弄冰箱嗎 不用再錄影嗎 來來來 你解釋一下 你 你 我們大家比較 那報紙上面寫啊 什麼什麼 要先去證實一下 兩位的關係 是什麼 他們真的有結婚證書 他們是誰啊 他們 你不是在想他們什麼關係嗎 我免得兩位 龍芊以前 我要叫他江玉琦 因為他不是叫現在這個名字 我都叫他玉琴 然後我們十幾歲認識到現在 那這個緣分也很奇怪 那怎麼突然呢 他會跟我那個熟悉的陌生人結婚 我也覺得很驚訝 熟悉的陌生人 對 因為我通常不再想提他們 那我就想熟悉的陌生人 他也姓曹嘛 對對對 那我是熟 他是男啊 啊 我是熟 他是男啊 喔 你聽到嗎 曹西平 曹南平 對對 不要再說 不要再說 然後我們從十幾歲認識到現在 你會叫什麼 你啦 我們現在沒有 進進的過程 要叫三嫂 你做三個嗎 沒有啦 第三個嘛 你叫阿嫂 對阿嫂啦 其實很多朋友都知道了 對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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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親自證實一下 對啦 對啦 我都要真實的就是說 不像媒體說了說 他是隱瞞 其實都沒有隱瞞的 只是那時候他不紅 大家不寫而已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 真的嗎 那時候叫江玉琴很紅嗎 那是你們吵架自己亂 亂什麼 不是啊 你亂講 不紅到什麼程度 你有幫忙嗎 沒有 我是說 那時候他叫江玉琴的時候 還沒有很紅 對啦 然後後來改名龍切玉 一部羅曼行哉 他就一炮二紅了 是是 對 那我說中間的過程 因為我們不想說 因為這是感情的事 因為你是在媒體上講這個 那大家就很喜歡寫這個 說他們是隱藏小孩 隱藏婚姻 其實都沒有隱藏 只是他沒有那麼紅 所以大家不會去注意到這個 但是這幾年 這三十幾年來 龍切一段路 一段路 一段路好想爬 那到了台語天后 大家出來 才會看到 龍切有結婚了 龍切有小孩 其實這個 根本很多人都知道的 就是 但是媒體大概就覺得 沒有去注意到這個 我整理一下 你意思是說 你怎麼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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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意思是說 其實 我們今天不是新歌發表會 對嘛 還是 那個戶口名譜大調查 好啦